但是我们看到国民党的部分 国民党的部分是不是现在因为 感觉有一点在焦灼的情况 因为包含一些初选的一些机制 都还没有出来 那这个呼声最高的 也都还没有完全的表态 那侯友宜呢 根据目前最新的关键调查 有限公司所做的最新的民调 他的施政满意度 我们看到是来自于台北市的部分 新北市的部分 也就是说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省 这个在这个新北的部分 他的满意度 包含非常满意 跟海赛满意的部分加起来 有74.8 这是非常非常高 因为他施政满意度是非常高 那其中呢 还有60.4% 是支持他出来选2024的 所以呢 大千雄 我们看到这个满意度出来之后 其实以前大家讲说 会不会人家有一个想法说 你落跑啊 你新北市才做没多久 第二任才没做多久落跑 但是如果说新北市的市民 对于他去选2024的支持度是这么这么的高的话 愿意放手让他去选的话 其实看起来侯友宜这个部分 有一些民调对他来讲就是算解套了 那当然今天也有人问到朱立伦说 那你自己会不会就说 那个对的人是不是你说你自己呢 那当然朱立伦的回答是说 国民党是要提对的人走对的路 那今天在这个媒体问到朱立伦的时候 旁边的柯志仁突然仰头大笑 大家想说你在笑什么 是这句话觉得很好笑吗 你是对吗 那柯志仁是说 我是在笑说记者的问题 怎么会问这么直白 那当然一开始他笑的时候 大家觉得有点奇怪这样 大清兄怎么看 就说侯友宜跟朱立伦 现在国民党内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都看不太清楚 对就是说的确 我先接着刚才郑元兄的这个论述 就是萧美琴当然对赖清德来说 可以弥补赖清德很多的缺陷跟不足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问题是 郑元兄一开始就已经提过了 萧美琴跟美国的关系是非比寻常的 他们的关系跟一般的 我们派出去的驻美代表完全不一样 他不仅仅是只有私交的关系 美国对他的信任恐怕远超过 民进党任何一位曾经派出去的驻美代表 因为还有血缘上的连结 所以对美国人来讲 他认为萧美琴是自己人 所以赖清德如果用了萧美琴 当然可以大大的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跟认同 那这对于赖清德的弱点 能够做很大的一个补强的动作 但是当然民进党唯一千算万算 没有算到的一点是台湾人民要保台 可是我们希望和平的保台 我们不希望战争的保台 这是台湾人民长期以来的这个坚持 我们希望维持中华民国 我们希望维持民主制度 我们希望维持我们的生活方式 但是我们没有选择要用战争 我们不会挑起战争 可是美国在这段时间跟民进党联手 做了太多挑起战争的动作了 所以让台湾人民对于美国牌这件事情 在2024年恐怕就不见得这么有效会买单了 因为台湾人民开始 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国有质疑 看着美国在阿富汗的表现 看着美国在乌克兰的表现 后来回想到美国在全世界各地 曾经做过的事情 所以台湾人民开始质疑 美国会不会真的是 坚弱磐石的力挺台湾 有美国的力挺台湾 能不能够避免战争 还是我们被美国老大哥 亲手送进了战争的火堆里 这是台湾人民现在开始质疑的 所以民进党距离胜选 当然有很远很远的一段距离 就是我刚才赵剧所提到的 他2024年要胜选以现阶段来看 几乎是难上加难了 但是当然还是有变数 这个变数是什么 就是往往你自己的胜利 是建立在对手的失败上的 就国民党过去曾经 得到过很多重大的胜利 也并不是因为国民党特别的好 而是因为民进党做得太烂 同样的民进党现在唯一的盘算 就是国民党最好在2024年犯大错 国民党最好进入了内部的分裂 国民党最好再重演一次 2020年当年的状况 民进党就可以趁乱捡便宜 这现在恐怕是民进党 唯一的最后一根拂木 跟这个希望能够紧紧抓住的机会 那么你说这个侯友宜的这个民调 我也不意外 因为所有现在要挺侯友宜的人 会陆续公布出类似的民调 这个民调绝对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 侯友宜在新北做得很好 第二个才是关键 新北有过半的人支持侯友宜参选 因为唯有不断地用这样的民调 才能够把侯友宜参选 外界可能给他的一些 质疑的声音完全地压下来 因为告诉大家说你看 新北的人都有超过一半的人 支持侯友宜参选了 你又不住在新北 你在那边啰嗦什么 所以这是侯友宜这个支持侯友宜的 这些党内人士或者是这些社会人士 所做出来提前的一个铺陈跟布局 现在大家在看的就是 党中央究竟要用什么态度来处理 我们的总统候选人的 这个提名的机制 那么这个朱主席说 国民党要提对的人走对的路 这个话每一任主席都讲一样的 而且他们还会接着讲说 成功不必在我 然后他们还会真的讲说 我们一定要推一组最强的人 这我都会背 就这些年来 你给他当主席 这些年来讲 就这么几句话 不是 大家现在很适合当主席 所以你说看他这句话 还不如仔细看一看说 那到底我们的提名规则是什么 就国民党要不要帮助最强的人 去排除障碍 或者国民党有其他的牌 我讲最强的人 如果是现任的这些县市长 其实我一直说 不止只有侯友宜 我也力挺卢秀燕 甚至我认为 如果今天卢秀燕选 我愿意更大力地支持卢秀燕 所以国民党 其实还是有很多 不错的六都的这个首长 尤其像卢秀燕 侯友宜 都是国民党 很好的候选人的人选 但是如果你要让这些人选 不管是卢秀燕或者是侯友宜 国民党必须要把他排除障碍 如果你今天3月 就开始登记初选了 说有意登记初选的现在来 那对这些人来说 他们才刚当选他们怎么登记初选 这就会回到当年韩国瑜 所面临的那个状况 那如果你又忽然从外面 找一个人回来了 那又是另外一个局面 那就是天下大乱的局面 又开始来临了 就忽然就另外一组人马 或三头又开始立起来了 所以党内就会进入 无穷无尽的对立跟冲突了 所以我觉得2020年 我们已经受过这个教训 就是说我不管任何人 要来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 我觉得只要经过国民党的 我们都愿意全力的支持 但是党中央在这件事情上 没有办法打马虎眼 党中央在这件事情上 你已经有了2020的前驱之鉴了 你没有办法再玩 同样一次的把戏 如果今天再来重复一次 那么今天会造成 国民党的失败 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明明是一个大好的局面 民进党就已经到了 这个三穷水尽的状态了 而却因为我们自己 少部分人的私心 最后毁掉了 可以把政权重新拿回来的机会 让台湾政党轮替的机会 那么国民党真的就是 这些高层的人士 这些有权力决定政策的人士 真的就是千古罪人 所以你觉得说这个初选的机制 应该是要尽快公布好呢 或者是说再缓一缓等一等 等到侯友宜轮了一轮的 这个议会的这个咨询之后 再来公布 苏菲你知道吗 我跟政权哥 因为看国民党的游戏规则 看了很多次了 我应该这样讲 你看他公布的游戏规则 你就知道他的盘算是什么 就这样 这就是没说吧 明明是国民党长久以来的事情 就是你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你就设计一个 什么样的游戏规则 所以我才强调说 这个游戏规则 一定要经得起社会大众的检验 要公平公正公开 要做到这个原则 要真正说提对的人走对的路 走对的路真的很重要 但是过去好像都没有那么 公平公开的原则 所以我才说 你就看一下他的提名规则就好了 我就觉得说 这个提名规则才是关键 我刚回过头来讲 如果今天他在三月 他就跟你说我要办党内初选 或者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开始要办党内初选了 要求要参选的人表态 那么当然对现任的六都的首长 不管是卢秀燕或者是侯友宜 都有困难 那你等于变相是卡了他们 那么或者你在这个时候 又把党内其他的规则改了 说随便哪个人 现在回来加入国民党的 就可以参选了 跟我们过去国民党的规则 完全不一样 说我们现在国民党 什么招纳所有 过去曾经离开党的 现在这个愿意跟党 回来共同承担了 所以我们就让他 回来同舟共计了 现在再来搞一次同舟计划 那我们当然就知道 他打算玩什么牌了 我们来看到 其实今天有一个讯息出来 这个讯息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因为这是民众党的台北市议员 也就是黄敬寅 这个学姐就说 柯文哲可能会转念 愿意改当总统大选的副手 这是黄敬寅今天所提出来 这样一个想法 那包括了柯文哲今天 当然这几天 他是参与了白沙豚八族的绕境 那当然沿途很多人就是 喊着他总统好了 总统 但是柯文哲还补充了一句说 我是候选人 那也有人说 那你选总统啦 那柯文哲也回应说会加油 问一下寒冰哥 因为呢现在看起来 国民党内现在目前都还没有 巧好自己的一个 初选的一个机制 但是大家有在 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出来说 那有没有可能 如果柯文哲是当 国民党的副手呢 柯文哲如果当国民党副手 那谁当政 国民党的某看谁啊 柯友宜啊还是谁啊 张亚宗 那我就觉得 柯文哲其实释放出这个讯息 只会把局面搞得更乱 更乱 因为很简单啊 柯文哲如果释放出这个讯息之后 其实他在告诉你一件什么事你知道 就是 其实郭台铭可以不用争取回国民党 他们两个联合就好了 所以你说在里代盟自己 他们就一个联盟自己去 他们自己就可以一个联盟了 对不对 因为现在对郭台铭来讲 他要看国民党要不要让他回去 怎么让他回去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柯文哲愿意跟他配合 那实际上 等于筹码就开始留到他这边来了 他就是我就先跟柯文哲配合 看你国民党要不要礼让 就变成这样子了 这有点难耶 难度太高了 因为如果郭台铭不靠国民党的话 他是很多人说他是选不上的嘛 但如果他跟民众党 这么小的一个党的话 机会也很少啊 我跟你讲 但是问题是在于什么 也就是今天如果郭台铭 重新再回来国民党 如果又为他量身打造一个办法 我相信党内很多人都会有意见的 因为上次已经有过一次这样的状况 这次再来一次会不会太夸张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要安排他回来 本身是有难度的 虽然前一阵子 一直有人在讲什么同舟2.0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种做法 但是国民党不是干不出来这种事 可是问题是 问题是现在国民党内 呼声最高的人其实不是郭台铭 不要忘记所有的民调显示 呼声最高的侯友宜 那如果你帮他量身打造一个东西 那你就是刻意要去排除侯友宜了 那请问一下 党内一定会有另外一股势力 这是你绝对摆不平的 这些一定会非常不高兴 然后党就直接分裂 就跟上次一模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我觉得柯文哲在这个时候 故意露出来这个讯息 根本就是 因为柯文哲自己看得很清楚 假设国民党一切都安排好了 那柯文哲就几乎没机会 因为他出来 他出来就会被人家视为 他出来乱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不管任何一家民调都显示 如果是柯文哲 或者国民党一个候选 民党一个候选出来选 柯文哲大概都是支持度最低的那个 但是他有可能会左右谁会当选 关键的第三者 就是柯文哲会变成那个角局的人 那不管蓝的输也好 绿的输也好 到最后都会骂他 就是这样 所以他现在故意丢出来一个 我是富的 那谁要跟我合作 而且他要跟他合作 一定是要谈价嘛 因为对柯文哲来讲 他如果要当富 他就是要拉台他的不分区嘛 对 他的政党支持度要高嘛 那你觉得谁跟他合作最好 对柯文哲来两个 我觉得郭台铭跟他合作最好 那如果说他要选择跟国民党合作的话 那除了国民党把郭台铭找回来这个选项 侯友宜跟柯文哲搭 你觉得可能性高吗 为什么不高 我觉得不会很高 我觉得不会 你觉得柯文哲愿意在侯友宜之下吗 然后也有人在讲说侯朱沛会不会很高 侯朱沛我觉得可能性更低 因为朱立伦过去是市长 侯友宜是副市长 你现在有两个颠倒过来 而且据我所知 他们这几年感情好像没有那么好 所以你觉得可能性很高吗 那我觉得如果你说真的要配的话 那张卡宗老师配的可能性还比较高 所以我真的觉得 柯文哲这时候丢出来这个东西 其实是他一种策略应用 他有点在代价而沽 看他现在就在跟你叫板 看你们要给我多少好处 就变成这样 他故意释出这个讯息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你不要小看他 他毕竟还是个智商一五七的 他还是在弄 可是问题是 站在柯文哲民众党的角度来讲 这样做没有错 可是对国民党来讲 他的选择就变得更复杂 对 就更麻烦了 那党内本来已经摆不平了 你看这两天不是 又是云林又是屏东 跳出来说朱立伦最好啊 应该选朱立伦啊 你看国民党又来了 还没有开始 又开始在那边搞这些有的没的 所以我说真的 国民党如果不赶快内部整合 我不是说一定要赶快公布一个 提名办法或什么东西 但至少朱立伦要赶快去私底下去跟这些大佬 如果你真的有心认为成功不必在我的话 你要赶快去跟这些大佬还有友谊参选能整合 然后在台面下赶快运作好 不要再让人家见风插针 老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泵泵水 放松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辣气的推荐代码 CP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 CPI444